歡迎回到超級星光大道第七屆總冠軍賽的現場 現在旁邊的是孫小亮 小亮 老師好 我覺得啊 你待會兒要遭受到的這個干擾啊 會比小白更大 好像有人告訴我了 對 因為你的VCR 他的故事也是非常坎坷的 那在這當中呢 其實他參加很多歌唱比賽 但是有時候為了籌報名費 不是本比賽 我們本比賽不收報名費的 過去的一些歌唱比賽 媽媽真的是用心良苦 可能甚至有很多應該要用的花費 都得省下來為了你 你撐著點 一起來看看孫小亮的故事 來自黑龍江的孫小亮 其實在參加星光比賽前 就已為了營運夢想 在北京打拼整整六年 當時九八個同時找了一個地下室 今天殘忍地可能後天都會乾的那樣 會很長 電話也只能放在窗戶邊上才會有現場 買了差不多五種口味的方便便 然後每天下班之後睡不著覺 所以就會給女朋友發信息說 有五種口味的方便便 你幫我選一種 對 還有想像是 從唱 比賽到演出音樂劇 小亮一直在為夢想努力 然而隨著年紀增長 他卻在機會來臨時卻不樂 我覺得來了之前想過要放棄 我覺得這個機會可能是一個特別大的問題 去台灣比賽的前幾天 他突然就消失了 然後過了兩天他給我打電話說 他決定放棄去比賽了 決定不去台灣了 我當時真的是特別特別熟悉 在電話裡跟他吵了一架 因為我當時是看作星光是我的最後一架 我會覺得如果我失敗了選不上 或者淘汰或者什麼 我會覺得很難給我自己 抱著最後一次拼搏的心態 小亮在比賽初期表現就十分亮眼 接連拿下高分 23 24 24 5分 25 26 26分 但即使實力受到肯定 評審對小亮的歌聲卻有這樣的疑慮 你唱得很好 然後也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為什麼我一直沒有辦法被你感動到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其實很大 好像快到我淘汰的時候 因為我會覺得如果說音準 節奏這些東西我好像能明白 但是靈魂這一塊我就不太 比賽陷入低潮 小亮開始摸索自己缺少的歌聲靈魂 直到這首歌 他終於破茧而出 小亮很棒 即使唱到一個很難度很高的 張宇的作品 你還是有唱出你自己的味道 會覺得你真的很用心 你今天唱歌也會不會 非常適合你 對老師的意見 我一直在想 但是一直想不太明白 然後 然後我就 那个我会觉得是喜极而起 就是因为我之前已经把那个 那一场当作最后一场 所以当峰回路转的时候 你会觉得原来成哥是这么开心 这是五个月前的小亮 看看现在的他 已经变身成一位时尚新男了 听说变完之后 有人说他是F4当中的艺人 时尚F4 说他像丁春城 丁春城 而且丁春城还挺帅 对 因为我是觉得 那辣椒老师说对啊 他有一个丁子就不错了 然而咱们的星光丁春城 仔细一看 其实还蛮像某位熟男音乐人喔 Oh my God I can't believe 黄柏伦老师 你旁边这个家伙是干嘛的 他就是以你为目标 他本来想弄成丁春城 后来就弄成黄柏伦 听说孙晓亮这位选手很欣赏我 然后我也很开心 然后我有听过你唱歌喔 我上YouTube有查过 唱歌真的很好听 加油 从内地来台湾比赛 小亮背后一直有股力量 默默支持着他 他就说 希望我在我还算年轻的时候 然后希望我能为我的梦境赛 去努力 然后他把所有的机遇给我 因为我女朋友他这些年一直对我的鼓励 就已经超出了我对自己的一个认识和信心 因为他对我的信心要比我自己对我的信心更大 因为有时候他会说我的生命中 生活中有很多 然后他的生活中是有很多 就有时候听起来那个话吧 你会很开心 但也会 也会很 对 我妈妈可能没有那么多钱去 去给我投资比如音乐学院或者什么 但是他这一次是给我投资的一个比赛 是当时是需要有报名费的 多少钱 五十块钱人民币 五十块钱 对当时的家里来说是很困难的 算是个不想的数 对 一个任何孩子 挺喜欢唱的我就支持他 我说还为你去吧 妈妈没有钱 拿小爸爸给你借钱 也让你去报名参赛 每次我打电话问他 我说你看我比赛了 他说看了看了看了 我说你唱得怎么样 他说我也没听 他说我看你的那个视频光高兴光笑了 我是感觉挺骄傲的 我说我儿子一有进步吧 我就一时干活什么都不觉得累了 就好像有一股力量在支持我 是不是 我很喜欢我 每次回家看到他 我都会给他一个满意帽子抱起来 转一圈 妈妈也特别感气 我也很特别感气 大亮啊 那个妈妈好想你啊 自从你上台湾去这几个月 咱们眼内好好落落课 我不想哭啊 所以牵了手的手 可能有一天无常 有一天老了我会遗憾 如果我真的觉得 让家人过得很开心 那我觉得那个就不错了 对不对 无论结果怎么样 我想对你们说 我整理了 接下来的这个家 是我可以撑下来的 所以相信我 希望你能够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用最精彩的演出来回报 支持你的朋友和和你们 慢慢在这里面祝愿你 在新的一年里 取得更好的成绩 加牛 大家都吃着聊着笑着 今晚多开心 嘴角落里的我笑的都回去 盘地的洋葱笑容 永远是调味皮 偷偷偷地看着你 偷偷地隐藏着自己 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 拨开我的心 你会发现 你会压抑 你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 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 拨开我的心 你会比酸 你会流泪 只要你能听到我 看到我的全心全意 天爱说你和你的套 暧昧的空气 我和我的绝望撞得很风趣 我就像一颗洋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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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是配角星 多希望能和你 有一秒专属的剧情 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拨开我的心 你会发现 你会压抑 你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 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 拨开我的心 你会比酸 你会流泪 只要你能听到我 看到我的全心全意 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拨开我的心 你会发现 你会压抑 你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 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拨开我的心 你会比酸 你会流泪 只要你能听到我 看到我的全心全意 你会比酸 你会流泪 只要你能听到我 看到我的全心 你会比酸 孫晓亮的演唱 好 那么在演唱方面讲评小胖老师 小亮其实今天这个歌是有一定难度的 听得出来你的用心 包括几个接口也好 呼吸点 情绪的起伏 这一部分你都做得很好 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歌曲的选择 也让你好像在这样的一个曲风的限制上 你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点了 要再突破也的确很困难 可是我感觉好像 你可以有一个部分是可以再强出来的 我不知道是情感还是你的歌唱技巧 好像有一个东西还差那么一点点 我自己的感觉 那个关键呢 其实还是可以再不断地摸索啦 唱歌是一辈子的事情 马上就来看孙小亮的分数 请评审按灯 孙小亮的第一轮演唱 洋葱得到的分数是23 24 24分不错的分数 不过从孙小亮的身上 我想除了他对唱歌的执着努力 那种又爱又怕的心情之外 其实可能很多在看节目的 台湾的幸福的家庭的小孩 也应该做一些反省 刚刚我们听到妈妈说 这50块要费尽心思去凑 50块人民币大概我们算一算 大概台币250块左右嘛 对不对 台湾很多小孩 现在是一条潮牌的牛仔裤就2万啦 买的就是这样子 花钱就是不扎眼 然后呢 当然我们也在想说 这次的这个台湾选手 好像普遍来说 不够拼 不见得是直不够好 但是不够拼 所以其实从这个比赛 也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是有国际观 这是国际舞台啊 大家要知道你将来的竞争力 你的竞争对手是谁 就是这些孩子 所以我觉得孙小亮 你继续坚持是对的 有没有觉得得到更多的能量 我其实这次来台湾 得到很多的力量 就是我没想到 有那么多的人喜欢我 然后支持我 然后又做了那么大的大海报 我真的很感动 所以我真的觉得 来台湾这次的 这半年的时间 一定是我终身难忘 所以我还是想说 无论之后怎么样 我真的要感谢 这段时光给我带来的 谢谢 我们也谢谢你精彩的演出 谢谢孙小亮 谢谢 下一段五四爱即将登场 马上回到现场